你好 多謝Vincent有邀請 我其實都不是很熟悉賭賭的方面 賽馬那些其實我也不懂 幸好剛才Steven也幫我握保了一些基礎知識 如果有些比較熟悉賽馬的前輩 如果我有什麼說錯了 大家可以糾正我 其實我主要就是在 computer vision 和 AI 人工智能方面工作 我自己的公司都是做這方面的事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做一些 computer vision 的分析 要用到 AI 或者我可以分享這個 screen 你等一會兒 我給你選 好的 謝謝 那我就除了自己在科學院的公司 就是做一些 computer vision 的 去做一些 analysis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現在 好 謝謝 那我另外呢 有時候我都幫忙在這個 Hong Kong U Space 教書 教這個 都是跟人工智能有關的 很多時候 人工智能是幾個方便的 一些是大數據的分析 就是一些 analysis 方面 另外一些就是 visual 方面 另外一些就是 visual 方面 這個就是 visual 方面的 比如說去拍照一些車 另外呢 就可以用來做一些 就是早期的一些分析 比如說做一些黃斑病變等等的分析 這些就是跟現在 之前用人眼去做的 最不同的就是 因為電腦處理得快一點 那我們其實可以透過一個 叫做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去 train up一些 model 就令到這些人工智能的 model 就知道 那個 哪一種是有病變 哪一種是沒有病變 這樣 就可以很快地做出一些分析 其實這個人工智能有很多不同的應用 那它其實呢 那些基本原理呢 就是它有很多 很多複雜的理論 但是 比如說簡單一點的原理呢 就是 比如說 根據現有的一些數據 那可能做一些 curve fitting 那這些就是最簡單的 例子 就是 比如說 一堆數字 一堆數據 那它會很散亂的 那其實呢 就可以找一些 做一些 curve fitting 的方法去找一些趨勢出來 那從而呢 就去估計 將來呢 那個變化會是怎樣的 那這個就是最最笼統的說法 那另外呢 就有一些是分類的 做一些 curve fitting 那就是說呢 那就是說呢 當我們知道呢 某一些的數據呢 是 執在一邊的時候呢 那其實呢 可以找那個 boundary line 就把它分析開去 那這些呢 就是一些 就是人工智能 或者大數據分析的一些 就是基本的概念 那這個和賽馬有什麼關係呢 那之前呢 都留意到呢 就有一些 都不是新聞來的 都是舊文來的 那是有一些案件呢 那又是這個 牽涉到呢 就是一個金主 和一個很擅長做這個數據分析的人 大家可否看到這個畫面呢 是啊 看到 看到 是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案件呢 就是說呢 就是一個金主呢 就和一個做數據分析的人呢 那他們之間呢 就有些爭拗的 那因為呢 他呢 就用了這個 就是私底下呢 用了自己的model呢 去做一些賭博去賺錢 那這個都舊的了 這個都16年的 那就是Bruce丁頓的先生 和一個顧名高的 其實他是教授來的 那呢 就如果一直滴進去這件事呢 那我就發覺呢 就是 其實就是這個 可能大家都聽過了 那就是一個新聞呢 就是講這個 一個中大的教授 中大的教授 那這個都是上網可以找得到的 就是這個 就是它是計算呢 這個贏的機率 那你計算贏的機率呢 就和這個 比如說一般的賭博啊 雜色仔啊那些是不同的 因為呢 一般呢 比如說雜色仔啊那些呢 那其實呢 就是一些固定的機率 那但是這些呢 就是賽馬那些呢 它就不是固定的 因為呢 很多東西 很多變數影響 就是比如說那個馬的狀態啊 騎屍的狀態啊 等等 甚至乎可能呢 就是這個 當日的天氣啊 那個 場地的質素啊 這些呢 都會有影響的 那他們呢 就用了這些方法呢 就 develop了這個 數學的模型 那後來呢 就 就是 他自己本身呢 就不是一個金主 他背後還有一個金主 那那個金主呢 就懷疑呢 他就私底下 就用這個 用這個方法去賭博 這樣就贏了錢的 那當然這些呢 都是 就是 是有可能的 就是 就是理論上是有可能的 就是當然 就是假設不是 不是個個都用 同一個模特兒去賺錢呢 那其實是 有可能是這樣去 可以贏得到錢的 那就是 這些的 就是這些數學模型呢 就是 可以根據 一些 過往的一些 訊息呢 來推薦 那 那時候 不是 的方法 那時候 是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 可能也都有很多 很多數據 而且這些數據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得到的 這樣的 所以呢 這個就引起了 就是 我的注意 這樣 這個就是 一個 脆紋 這樣 大家可以看成是一個脆紋 這樣 那其實呢 這個 用這個 就是AI 或者大數據的賭博呢 其實都是 都不是很新的 都不是很新的 其實以前呢 都有人研究過的 就是呢 我都看回 就是有些 大數據方面的 就是有些的文章 就是有些的文章 先看 是 是 那一直去到呢 就是86年 都有 就是86年的時候呢 80年代 70年代 這些呢 就是都已經有人 是 一直是研究這些東西的 那 那時候呢 其實 再早期呢 就研究這些東西的人呢 就是 就是 它用一些方法呢 就比較傳統一些的 什麼 比較傳統一些呢 就是 去找出一些 一些機率上的 一些 它叫做 inefficient的地方 inefficient 就是 就是 那個機率 那個賠率呢 看看它有沒有一些 漏洞 賠率的漏洞 這樣 那這些 那這個呢 後來呢 就出現了一個 突破性的做法 就是當然現在來說 就不算很新 在那時候 就是革命性的方法 那它呢 就是用這個 真正用可能性去做 這個 就是 它是根據那個 騎士啊 煉馬師啊 量化這些馬的勝算 那樣的 那其實它們呢 是需要收集很多不同的數據 那這個 這個就另外一個 這個 叫做 Boltun的 Wolf Bolton的人 做的 那也是那時候呢 就開始做這些的研究 其實它牽涉到呢 就不是說 只是計算那個 可能性的 不 不 不 的地方 而是呢 它用一些真實的數據 譬如說 騎士啊 連馬師啊 那些呢 去做出來 那就可以呢 這種分析呢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那 也都是 但也都是理論上的可能性 其實 好像賽馬這一種的活動呢 其實它最主要呢 它最有利呢 可以用到這個 大數據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些真實的 一些數據 就是原則上是可以拿到這些數據 那這個就跟你 就這樣摘色仔 就不一樣了 因為摘色仔是一個固定的機率 除非你考慮到很複雜的情況 譬如說那些 氣流啊 那個色仔的 每一邊的重量等等 除非連這些數據都拿到 如果不是呢 它就是一個固定的機率 這樣 那但是呢 如果是賽馬 有很多這些 可以算得到 那另外呢 就是 好像呢 其實就是有些像是炒股票那種 那炒股票呢 其實就是 大家知道的東西 其實是很有限的 就是一般人拿到的數據很有限 那但是其實永遠呢 就是真的靠股票發達的人呢 其實都是 大多數都是有一些 一些很深 就是對於某些公司很深的認識 或者一些很可靠的 一些內部的數據 那樣 那如果是用一些 譬如說 一些技術的分析啊 譬如說 頭肩頂啊 箱頂啊 圓頂那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因為太多人都用緊了 而且呢 它是很假設呢 就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將來都會發生 那這些呢 就相對呢 就沒有那麼可靠 那如果是賭馬呢 那也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是有足夠的數據呢 可以呢 就是 可以呢 就是做到這些的分析 那 所以這個就是 我也是 拋磚引玉這樣 就是看一下 大家會不會有些高手 可以就是 再分享多一點點 因為我這個就是 就是從這個AI 或者大數據 加上 就是之前呢 有這個實質上的例子 這個中大教授的例子 那就是 去打開這個話題 那看一下 大家呢 有沒有一些評論 就是這樣 Karen 多謝你 你可以 close那個 好的 好的 是 看一看 那我覺得就 那 又是這樣了 我們有四位評論員 哪一個想 想領先 領先說 阿彭文基 謝謝你 這個案子 我都幾留意的 那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這個教授 其實 除了技術之外 也都牽涉了 就是誠信的問題 沒錯沒錯 這個呢 裡面是有 是有道德的 一個 implication 在這裡 但是呢 這個模特兒呢 我都其實相信 遲早會出現的 因為在大學裡面 那個 那個的能力實際很強 就是 其實 因為我比較上研究 液經的 那我就經常 液經怎麼能夠 做很多 forecasting 呢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呢 是 中國文化呢 就是累積了很多的 qualitative data 是 這個 qualitative 其實就是經驗的傳承 所以走出很多 model 出來的 其實所謂的那些 這樣的 的預測啊 這個 那個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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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全部都是 模特兒來的 那些模特兒裡面呢 其實是 為什麼每個的 名理師都 測出來都不同呢 就是因為他們裡面 那個 parameter 太多 那parameter 呢 就是要靠他自己的經驗 然後再調整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很準的 就是因為他的parameter 可以調整 但是那些parameter 拍出來的時候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樣 要是和他的經驗 那我經常說 中國的命理是這個 quantitative model forecasting model 但是現在西方 現在有 computer 人類的腦袋很多 所以變成了 那個quantitative quantitative forecasting model 就越來越準確了 所以我其實也有一個 有這樣的構想 從這個走出來的 就是 其實你想想一下 我們中國走出這麼多 這些命理的東西 其實這些modeling 那些其實有很多方法 那這些如果能夠用大數據的話 可能會變成 那些非常高級的 一個未來的一些model 都不頂的 沒錯 所以這個case 我就說 剛才你所提到的 那個眼的變化 其實我們年紀大了 很多人都會面對這些問題 我想問一下 其實很多眼科醫生 其實現在的那些 譬如像這個 黃班病變 那些究竟還是距離真正應用 在很遠的嗎 其實呢 譬如說黃班病變 早期的那些黃班病變 那些 現在很多都可以 可以解釋得到的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 這個應用開始講了 其實已經變成一個 可以開始實際應用的一個層面了 但是我想問 其實很多眼科醫生 根本就還沒有認識這件事 是的 我覺得對 因為很多 其實醫學 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有時反而 就未必 喜歡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當然他們也可能 考慮了一個風險 但是其實如果做 就做到的 沒有用 好 好 我再聯絡你 等我去 好 好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另外 另外這三位 誰想說些話 范耀君 是的 說些話 就是 最近我跟一些 足機很聰明的人 聊聊天 學會怎樣 是的 說到 遲早 那些電腦都很聰明了 就是打贏了 是的 是的 那 這件事會不會是 就是將來 AI真是 真是聰明的人 就是 因為我們始終 也有個限度 就是理論上 AI可以無限 那這件事是怎麼看呢 將來這個 這個 這個未來的世界 人和基礎之間的關係怎麼樣呢 Gavin 哦 謝謝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是 就是很多 就是人都問這個 很好的問題來的 這個是一個 那 就是怎麼樣去 就是 解定人的角色呢 這樣 那現在呢 我們就發覺 就是除了是 就是 只是靠這個AI去下棋之外 其實呢 就不是 就是這個AlphaGo的例子 就是之前的AlphaGo這個例子 那 其實呢 就是 他們怎樣可以做到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呢 現在呢 有一個叫做Machine Learning 就是用一些的 給一些的Pattern 就給一些電腦的Model 就學習這樣 那樣的 那我給他們學習呢 就 譬如說一次呢 不行呢 就學多一次這樣 那樣的 就電腦就運行得很快 那變成了 它可以呢 做兩個Model出來 就互相對抗 互相去 對對役這樣 自己和自己對役 那於是 就把一些 一些失敗的東西 的方式 就記錄了下來 一些成功的方法 就記錄了下來 那於是呢 它就可以變得非常之強的 那當中呢 那其實當中的邏輯呢 就 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呢 他們呢 中間經過很多層 這些這樣的Layer 那其實呢 變成了呢 就可能設計那個Model的人呢 自己都不知道 中間發生過什麼事的 其實就是 他們只知道結果 最後就是 贏了人 但其實裡面發生什麼事呢 中間呢 其實很多層呢 就是可能那個設計那個人呢 自己都不知道 那所以呢 就有很多一些的 就是講法 就是會不會 就是AI可能會超越了人 或者替代了人 那樣的 那在某些方面呢 其實是 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譬如說 一些 下棋啊 又或者呢 一些處理資訊 或者數據的東西呢 是可以取代到人的 那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就是譬如說 一些藝術性的東西呢 就很難 就是藝術性呢 雖然現在都有 藝術性呢 但是呢 就比較 藝術性呢 就比較難 因為呢 藝術性呢 就是如果要電腦呢 去 generate一些 的 image 就很容易的 但是呢 如果要去到一個 藝術的層面呢 其實就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藝術方面的東西呢 任何文學 藝術的東西呢 都是要有一個 就是時代啊 或者那個文化的背景在那裡 如果不是呢 它可能只是一個 image 或者只是一堆文字 那它雖然看起來呢 好像是藝術 但是呢 它沒有一個 content 在裡面的 就是它沒有一個文化 或者是那個 叫做什麼呢 價值觀 那個背景在那裡 其實它就不代表什麼 那所以藝術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一些不是數據上的東西呢 其實呢 AI呢 我相信呢 都是不是真的可以取得到的 那另外又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下棋那裡 後來呢 就是AlphaGo就贏了啦 後來呢 也都有更加強的AI 但是呢 後來呢 也都發覺呢 真是最強的呢 就反而呢 不只是用AI 反而是人加上AI 怎樣人加上AI呢 就是AI呢 就給一些選擇 去給那個下棋的人 就是當然那個下棋的人 本身都是一個高手的 是不是 那其實這樣加上呢 是強過呢 是只是用AI 或者只是用人的 所以這個都是 可能給了一些啟示 就是將來 就是AI的應用 都是人機協作的方面 就是最能夠發揮得到的 是 是 大教授 如果沒有的話 另外那兩位 可以 趙勞善 和 阿明sir 有沒有 如果沒有我就去 再去看一個speaker 那OK Anyway 阿明sir OK嗎 明sir OK Good Alright 那我就 那我就